横跨市区道路的电线上 出现三只台湾猕猴 他们大胆沿着电线攀爬 穿越马路甚至四只并用 边走边跨越到另一条电线 像是特技杂耍一样 手脚并用啊 所以我也一直觉得很奇怪 他们怎么那么聪明啊 他都不会出电这样 对啊对啊对 目击民众嘖嘖称奇 由于猴群平常都是冬天食物短缺 才从山上迁移到市区觅食 之前还曾经入侵校园 抢食学生手上的食物 现在刚进入秋天就有猴子出现 让附近民众相当的困扰 在一个住家门口 有时候三四只猴子 有时候还会稍微会抢食物 猴群会有点觅食的关系 会到附近的农田 来做这样的觅食动作 相公所研判 这群猴子应该是找寻食物的先遣部队 由于猴群出没在市区 如果用传统的冲天炮驱赶 恐怕会有危险性 猴群入侵市区不但会破坏农作物 要是闯进民宅抢食物 还会造成民众恐慌 公所已经请县府农业处 进行围堵驱赶 设法把猴子赶回山里 华世新华主萧月吴建宏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世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